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想录一个get ready with me这样一个视频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 我最爱的一个妆容 还有一些好用的美妆产品 如果你对以下的内容感兴趣呢 那就请接着往下看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现在脸上呢 就只做了基本的护肤 最近因为吃荷尔蒙激素的药 所以开始疯狂的跑这种荷尔蒙的痘痘 就很难削下去 首先呢 先来上隔离防晒 妆前和日用乳液三合一的这样一个产品 它的防晒系数呢 有50倍 它挤出来以后是可以流动的这样的一个质地 有微微提亮和校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涂上以后脸上是有光泽的 这款呢 一点都不厚重 夏天的时候我也用 我特别喜欢这种 多效合一的一个这样的产品 脖子上也拿一点 脸上这个硕大的痘痘 如何是好 有没有小伙伴可以推荐我一款快速去痘的产品 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基本上现在已经成膜了 我一般上完隔离以后 会先对眼中和鼻子周围做一下大面积片状遮瑕 这个遮瑕是美宝莲的 之前也是挺火的 用过的小伙伴们应该也知道 这真的是平价中的战斗机 对我最近的皮肤状态特别不好 出了好多痘痘 然后留下一些痘印 那遮瑕面积就会大一些 像我脸上瑕疵比较多一点的话 我就一般都是用手拔拍匀 虽然脸上现在看起来有点斑驳 但是等一下后续还要上粉底 就这个斑驳就会盖住 看不出来 现在就是上底妆了 我用的底妆是这一块蜡蜜的 Ivory 02 这款粉底液的成分中呢 包含他们家的米丁丁的神奇旧富精粹 质地特别的湿润 上链以后有明显的清透感 遮瑕力呢也是非常够的 水润度非常高 冬天用完全不会说干皮卡粉 然后夏天用呢又觉得非常清透 真的特别神奇 这是目前为止我最爱的粉底液之一 上完了全脸 看起来像七星飘虫 我会用海绵蛋拍开 蓝米尔家的粉底液的特点就是大家特别想要的越液越美丽的效果 随着你一天下来皮肤油脂的分泌啊和粉底液特别好的融合在脸上就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又细又有光泽 尤其到了晚上你就看起来更像是奶油肌的那样一个状态 上了妆以后这个粉底让你看起来脸上是非常有光泽的 大家能看到吗 我这个脸已经开始有亮度了 脖子也会上一点 做一个过度 底妆上完了 看看这个痘痘还能不能救一下 试一下这个CPP的 片状遮瑕之后然后上底妆 底妆之后发现如果还有一些小的瑕疵 就可以用这种质地比较厚一点的遮瑕棒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盖住 只能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就画眼睛吧 我近期比较爱的这个是Copper Girl 其实这款更适合秋冬虽然现在是春天但天气还很冷嘛 所以我还是在用这一盘颜色 它的色号是Sunset 给大家试一下色吧 来一个试色 它三个比较浅的颜色 粉质特别细腻 再来最后两个 我这一盘眼影真的是我近期的最爱 我就一直在用它 这两个是我最爱的颜色 太便宜了 我是在woma买的9块9毛9 稍微有一点点非粉 但是可以接受 毕竟它很便宜嘛 我们就接下来上眼影咯 自带来一个这样的眼影刷 我从来没试过 要不然今天试一下吧 今天这个打底 输涩的 做一下打底 它的这个小沙头还蛮好用的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我发现我画眼镜的时候就 总喜欢张着嘴 然后当当自己意识到的时候就发现 好傻啊这个姿势 但我就总是不由自主的就张嘴了 我今天打算用一三五 画一个比较自然的妆 我打算要换我的眼影刷 它是眼影刷比较漂亮 我看上来的颜色也比较自然 我看上来的颜色也比较自然 眼窝的位置 眼窝的位置稍微加深一点 眼窝就是 鼓眉鼓下面的这个位置 用这个刷头压进去 这样找它的这个眼窝 然后用这个blender 我刚刚说眼睛这边有界限 我用这个blender给它打开一点 我平时不喜欢画眼线 一直在卸起来麻烦 二十五阵的手残 所以我都会用这个眼影 来做一个眼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脊毛根部的这个位置 我会用深色的眼影多打一下 让眼睛看起来更深邃一些 即便是我懒得画眼线的时候 它也不会显得眼影太过突兀 我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 眼睛上面的地方不是很均匀 但是不怕等一下最后收尾的时候 然后再给它整体的预染一下就可以了 我会在眼角的地方再打一下高刮 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更大一些 放大你的眼睛 下眼睫的地方 稍微戴一下 让眼睛看起来 bling bling 水汪汪的 接下来是我最最最头疼的一步 其实就是画眼线 我本来准备画一个就是漂亮的 上挑的这种眼尾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毁掉今天的妆 所以我干脆就不用这种眼线笔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般都会用我的眉笔 Hourglass砍刀眉笔 我在赶时间 我就会用眉笔 在眼尾的地方 稍微 扫一下 即便是你画错了 或者怎么样 也不会毁掉你的整个妆容 就是懒人总有新发现 就能看得出来 稍微眼睛 这边眼睛有放大一点 那我就顺便来画个眉毛吧 现在我的眉毛 我平时很少画眉毛 因为眉毛特别的浓 只要把它的形状修好了 只要把它的形状修好了 就基本上不用画眉 只需要书一下就可以了 画不画呢 画上吗 这眼睛稍微贴一下 这视频发出去会不会很怕 明显就是在写 但是多毛鲜 这边也有多毛鲜人的返导 是不是 眉毛画版啦 我用的是这款 STALANA的3CE的 是双色盘 是被决的 有点脏 其实这个修容盘 我在小红书里面发过一次 又好用又便宜 我个人觉得 比Tom Ford那一款修容 要美的多的多 即便是你手中了 也不会说一个非常深的印记在脸上下不去 Tom Ford就会不知道是我用的问题 还是怎么着 反正Tom Ford在我脸上是非常不显色 是那款白色大方盘 Tom Ford的外貌美则美 但是效果呢就不喜欢 还是喜欢这个 评价又好用的 一盘多用 打一个鼻影 我的鼻子特别的矮 特别的矮 就是完全没有山根的 修容太重要了 因为我是完全没有鼻梁的 我就是从眉毛里面开始往下打 看起来立体一点 我即便是这样来回重复的 或者再占举 然后再刷 也完全没有特别深的那一个点点在脸上 就是说爱她的原因 就是说爱她的原因 看起来立体一点 感人 我终于有鼻子了 脸颤째都 sucks 怎么不漆的 雨 yield 要不要弄潜呢 我可能长毛口 头发丝 脸界�도更丢不薄 一切 别飘磨 我 För的 开始 两并开始 画一个 三 好好好 腮红来了 特别可爱的 two face face and eye 它其实是脸部和眼睛的 通用的这样一个盘 颜色特别的美 这个可以用作高光 第三个是腮红 neutral的妆容的话 我就用这个盘吧 给大家试个色吧 太美了 这就是少女本人啊 这个呢是偏带橘调的香槟色 sugar peach呢它比较偏露面的 就是粉质细腻的 你上了脸以后整个毛孔都隐形掉了 然后右下角这个 peach pop 它是粉色 其实它里面带一点橘色的亮片 现在上手颜色很深 那其实你要当腮红用的话 扫在脸上看起来特别的有气色 我打算用的是这一块peach eye里做腮红 稍微占据一点 因为它的显色度非常的高 然后上脸 我发现我好像忘记刷睫毛膏了 也不能这么省事是吧 我的眼线这一步已经混过去了 睫毛这一步就不能再省了 看一下睫毛打底 这是Kate 这一款已经火到人手一支了 所以我也就不多做介绍了 睫毛膏 风韵油 风韵银湿 还是风 风什么湿 什么什么 中文叫什么牌 Inistry 它的刷头 特别的细 这种细细的刷头 刷上以后特别的自然 如果说截不脱完以后 睫毛上会有出现这种小的结块 或者睫毛粘在一起的情况下 我一般就用这种牙线刷 最近在用这一盘 开架的高光 Munani的 它其实这一款颜色有一点鸡肋 这玫瑰金我觉得不太实用 所以我几乎没用过 就是试色的时候试了一下 是不是特别的美 而且完全不会陷毛孔 Golden Corses 这颜色比较适合欧美妆 这也香槟色 颜色有点太深了 听我真的找不到什么任何的机会来用它 先打一下地头看一下 太美了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轻的扫过皮肤 眉骨的地方 我特别喜欢在眉骨的地方打得亮亮的 轻轻的扫一下就行 就让我的脸部看起来 有一种水光机的感觉 全国亮亮的 好美啊 NARS的这款 定妆粉 白色的这个 从眼下扫过了 因为这个它是无色的嘛 就不会吃掉你之前的一些上妆步骤 哭哭哭哭哭 哦 好啦 脸部的就这样啦 Hourglass这款烟管比 外壳的质感特别好 重量足足的 因为上嘴以后滋润度非常好 19度也蛮高的 粘杯肯定是会粘杯 因为毕竟它不是唇幼,它是唇膏 因为我嘴唇的形状并不好看 然后唇部的界限也不太明显 所以我每次涂口红的时候都特别慢 特别羡慕那些唇型长得漂亮的人 稍微好了一点吧 好了,我的妆化好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想给大家近期我最爱的一个妆容 如果你喜欢以上的内容呢,请给我点个赞 或者想要跟我分享一些美妆产品呢,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可以做大漠哦 如果想要看更多我的分享呢,就请关注我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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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